大家好,歡迎來到這個1Q博士的時間 又是我世榮,跟大家見面 還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記得要訂閱 為甚麼?否則中不了上次的電信巴 搭起年衛星唯有300元的二重彩 上面還有這個紅酒之寶 如果沒有給你射馬補羅有千多元,都蠻好實分的 我未講這個1Q博士的環節之前 我都會在重心場次提供一個買法 穿雲或位置Q一膽三腳都可以和大家提供 上次就和大家說,我說電信巴特很大贏面 可以一膽三腳,甚至二重彩都可以 結果大家都順利命中 今次希望有一個更好的結局 試試搏冷,看看可不可以 好了,見到今次六場的四班千四米 我亦都是一個重心場次 萬史之光行頭 綠色勇俊、星龍帝國和富之王一隻 一隻搏冷,三天都經常爆冷 看看會否是這些變數碼 希斯拜德這個街運才不會只有一隻 希望這些突然增情的碼 中距離合他腳法,根本就是中長距離碼 樣子都不差 因為這四隻,萬史之光,我都是信他宿程海以前一次跑錯 沒有證據證明,要顯示可以 遇到這些情況,四隻都好分 我建議都是村民連贏 你不貪心,位置Q下四隻村民也可以 好了,之前為何說萬史之光零射高一點 因為他對著萬步速,走三疊,對著忽雷 會贏馬觀世界那些,他其實輸不遠 以當時不理場地,在外疊追,又抽了外檔 來說算是這樣的 巴道竟然還有個稅拳 有三檔和給他一些進步空間 我認為這隻馬會跑得比上次1600 1600那次他最後都放到剩下150米,他就斷了 所以大家如果想省些成本 用來做膽細細鑄,或者買兩鑄 村民一鑄位置Q 再一膽三腳買一條連人位置Q 都可以考慮,我覺得這也是不錯的投注方法 好了,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會有更多精彩的節目,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今晚還有《賽馬怪談鬼上身》 和《街日飛錢財經》 兩個都最受歡迎的節目,都放在今晚了 明天還有我和引之做Live 大家記得多多封場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多謝收睇一副博士,拜拜 《街頭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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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頭上身》